一定要引起主义 占便宜的心态绝对不能有 就你这个状态现在去人家 基本上没有什么父母会喜欢你 今天真是要敲警钟了 你们的感情没有你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好 这是其一 其二 这个男生如果就是这么一个 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男生 姑娘你是捡到宝了 但是就害怕有一类男生 叫半猪吃老虎 这个因为两年多的时间 你去判断它 人对人的判断就是一两件事 剩下的你们 你们看吧 你们要觉得幸福 你们接着来 但是老师们把很多话 都给你们摆在桌面上了 不要认为他们是开玩笑的 好好想一想吧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确实是做得有些不好 好多问题我没有意识到 我一直以为 就是可以一直走下去 但是我却忽略了你的付出 而且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我总认为生活中 有些打打闹闹比较好 或许我应该更关注一下 你的感受 就是我应该为你付出什么 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的走下去 我希望你能够听到 其实我一直很爱你 可以给我 以后可以一起走下去的 勇气 好 请亮灯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他们的选择吧 请开门 有话说吗 我没想到 他们一出来 我一直觉得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你啊 你太大意了 你没有发现 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 他刚才所说的细节 其实他很反感 他只是在你一次又一次 惹他哭笑不得的样子当中 把这个东西给忽略过去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当碰到原则性问题的时候 就有人在那打岔 开玩笑 好像那事已经混过去了 其实这事在他心目当中 久久不能忘关 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知道吗 喜欢他吗 爱他吗 景中长明 赶紧追去吧 去吧 好了 生活里面他们究竟怎么样 他们自己的事情 小伙子可以继续去追 女孩也有放弃的权利 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也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希望今天老师们的角度 可以给你们提供思考